请收看 汇率法师 冯雪讲座 这个空间的交错点不一样 所以这个空间的交错点不一样 在偶尔也会看得到 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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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得到天人 那是必须在某一种偷射的角度 就像灵敬一样的 经过的期限 折射过去以后 可以让你看得到 而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人啊 工作工作 工作得很累的 工作得很累的时候啊 他种田种田很累的时候 他在树下里面打大盾 旁边呢 种了很多的莲花 还有藕啊 藕棉藕啊 一下子 好像战车一样的牛马 很多的 几百万大星 跑到那个什么 藕孔里面 有那么小的一个孔 藕啊 莲藕的那个孔 全部都装进去 哦 他这个 他这个 看到 哦 清清楚楚 他把人家 看着这个境界 告诉这个隔壁的人 这隔壁的人 啊 你 大脸 乱讲 哪有这百万大金 跑到一个莲藕的孔里面 这个是 你讲的谁 鬼相信啊 哦 这个事情 他说我是真的看得到啊 真的看得到 那个就是在某一种几度空间 转化的那刹那之间 知道吧 就听得到了 是有人看到过 有人就看不到 那再来 啊 那么这个事情啊 就是没有办法 哦 当今有一个智子 有个觉得我们就请教啊 是佛陀 佛陀会帮我们 解除这个答案 那他就 就到 到佛陀的前面 下跪顶礼 然后又绕三杂 跪着请佛开示 这里 已经无上的大觉作 你请听我们开示 我当时我所看得到的 是不是虚妄 诶 适中微笑 他说不是 不是 那个是阿修罗跟天人 异防大地打仗 打输了 没地方躲 躲到那个 藕孔里面 你看 所以说 那个百万大镜 可以躲在一个 连藕孔里面啊 老夫子 你们有没有行过 想过这几度空间的交换 有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这个经理还是记得很清楚了 所以说 你到交期外 不要随便小便 就是 刚好人家那个鬼神 在那边倒着 一路 嘟嘟嘟嘟嘟嘟嘟 哎呀 这个我在这儿 用功修行啊 所以我们到交外 荒教以外去的时候 要三坛子 老娘要小便啊 很辣的哦 因为脾气不好哦 脾气不好的人 小便都很辣啊 哎呀 你闪开一下 所以我们比丘啊 比丘你啊 要上厕所都必须 哎 就是要先请那些鬼神 暂时要吃东西 停一下 我先解决 真的呢 所以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这个宇宙当中充满着种种的几度空间的不一样 就像宁静的折射 我们呢 太阳光 透过宁静的折射 你会看到什么 几个色彩 红尘 哎哎 对对对 如果这个光 light 射过来 street 实射过来 你能不能看到 看不到 所以你必须看 从哪一个角度 可以看到 从折射 对不对 透过宁静折射就可以看到 色彩 这样的观念听得清楚吧 意思就是说 这个宇宙当中有无量的空间 而不是人类所能理解的 不是人类所能理解的 所以高度的空间 像我们所讲的 这个天人有二十八成天 这个就是讲有几千万个 对吧 这个这个生活的空间不一样 那么 所以说 他们呢 要变化成人的时候 所能让你人所能领受的 他变成你人所能感受的 所以就像 释迦牟尼佛 要入这个涅槃 哦 这个天界的 突然这个狂风暴雨 啥 天人同悲 天人同悲 人家就问了 这是为什么啊 圣者就讲 这是无色界天 无色界天 连身体都没有了 他敢 感触这个 这个天人的导师啊 佛要入涅槃啊 啊 这个世界啊 都没有阳光了 就是大家就是盲 盲目了 就是没有一个人天导师了 所以这个无色界的众生啊 他伤心了 他痛苦 可是因为没有身体 哎 下大意 刮风 让你感觉到 让你这个这个 欲见的众生 感受到这个 不可思议的力量 啊 所以啊 高度的空间 要 要跟这个低度的空间 转 他一定要透过某一种形式 就比如说 你去看人的观景啊 对不对啊 那个神啊 那附身 神他直接跟一个平常人 他没有办法讲话 对不对 哎 可是跟另外一个人 他这个灵啊 通了 他就会借他的身体 起来跟你讲话 所以啊 极度空间的转 必须透过某一种形式 但是就是不知道任何 啊 就是有任何的形式都 都存在 因此啊 佛讲的这个色积为啊 七分 极为之为 不可更分 啊 所以色积为明 最极为千言可见 那这是绝对存在的 希望你用科学的头脑 冷静的智慧 去分辨 就知道这个不是明信